北農又出事了 北農又要改選他的董事會 結果我剛剛講 現在農委會怎麼說 農委會說 你現在呢 你在台北市政府要迎著通吃 我們看到 偉大的台北市議員 簡蘇培又說 讓蔡蟲回來了 真的嗎 現在台北市政府有這麼壞嗎 台北市政府現在根本不跟官合作 要跟民合作 要跟蔡蟲 蔡霸合作 其實寶傑哥 以前你有聽過北農嗎 沒有 對啊 其實北農對大家來講 都沒有那麼重要 他的重要只在於說 我們這些農產運銷工作業者 才重要 對不對 那為什麼北農這幾年 會引起這軒然的大波 為什麼 因為北農的市場改建 因為北農現在那個場地 是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改好的 離現在已經四五十年了 所以場地本身已經不夠用了 而且北農的改建 已經炒了一二十年了 不是現在才改建 是二十幾年前就說要改建了 那北農在這一個 小小兩公頃多的地方 這樣一個場地的改建 原本預算一開始提出來之後 結果就一百四十億 一百四十億 對一百四十億 那個地方我很熟啊 中央市場 在萬道入底而已啊 對 而且這個預算還不斷的增加 最後到了一百六十億之譜 而且這個案子很特別是 因為像這樣叫做請誰中 蓋誰中 就是說 我在原地重建 蓋到一半之後移出去 再蓋回來 再蓋剩下一半 因為這一種的例子太少見了 所以在北農這裡的改建 它的預算就不是照一般的預算來看 對 所以沒有看過這種預算 就到了一百六十億的預算 可是一百六十億如果不合理 那多少錢才合理呢 如果以北農這種的改建的預算來講的話 像一般這種場地大小 可能其實應該七八十億就很夠用了 你說七八十億變一百六十億 就差一倍了 因為批發市場本身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嘛 它並不是說我全部都密閉起來 我只要有一定的高度 樓地板這些就可以用了啊 而且你要有一個好的進出 進出的管道這樣子 對 所以批發市場本身會搞到一百多億 會搞到為什麼大家那麼關注北農 其實就是北農的改建案啊 所以之前那時候吳一寧也沸沸揚揚的 北農的改建的問題 可是他講說我要進步要搞冷鏈啊 那北農呢 如果要冷鏈的客人本身不太會進北農啊 因為北農的模式冷鏈就不可能維持啊 對啊 因為北農的規矩是先到的人先拍賣 所以北農大概從下午四五點開始 就南部的菜車陸續進來就放了嘛 對啊 放了就走放了就走 沒有長期冷凍的問題 對 可是北農的所謂的冷鏈是到晚上八點才開 就是說你耗成是冷鏈了 你放在倉庫裡面了 結果沒有開電了 這樣冷鏈要怎麼用 對不對 冷鏈也中斷掉了啊 所以在批發市場那邊 以北農目前在講的 北農根本就沒有做好冷鏈啊 為什麼 因為店錢太多了啊 因為他們的設計跟規劃都有問題啊 對啊 很多人沒有去過北農的冷鏈 像我是去過的啊 北農是等於說他在裡面隔了一個庫板 蓋了一個區域 等於說做冷房 可是晚上我三點多的時候 我在那裡的時候那個門都是開著的啊 那門都開著的時候那個冷氣都會流掉 都會漏掉啊 對啊 那你要怎麼維持冷 你進去那個空間是很冷沒錯 但是他的電錢就很多啊 對 所以晚上八點開 北農就受不了了 如果你是真的下午五點 四點就進去了 那北農更受不了啊 所以說 好 那現在北農一個最大的鬼故事 或一個最大的利益就是他要改建 改建這個數字這麼大 數字這麼大到底合不合理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很大的問號那今天就來囉 今天成績上 欸 又可以 又可以屁股的 他怎麼說我就退席 我不跟你玩了 說你台北市政府非常的惡劣 剛剛講到 說你操控所有東西 你要整瓦磅去 上一次北農改選的時候啊 農委會總共拿了15席的董事 現在這些反乘擊中的人啊 以前都是那時候吳英寧的時候有沒有 七大公會力挺吳英寧啊 現在這些人全部都不力挺 為什麼啊 有沒有 你像王慶忠啊 陳振輝啊 這些人以前都是最挺你的人啊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感受到 農委會就把他們當成尿糊啊 我要靜音權的時候就要你的支持 對 我靜音權拿到之後就嫌你髒嫌你臭 說你們這些人是菜壩啊 對啊 簡素賠說菜蟲回來了 菜蟲回來了啊 妨礙農民的利益啊 有沒有 北農也說啦 他說他們是 陳回會 陳其中也說 他說他們是改革 是變得更好 這些人不支持他們呢 就是這些改革妨礙他們的利益啊 對啊 用這樣抹黑的手段去說這些人啊 那其實在市場裡面其實在台北是一個結果 因為你在產地便宜不可能到了北農就貴嘛 對啊 你到產地貴不可能到了北農就便宜嘛 所以所有的農產品一定是產地價就決定一切了嘛 北農只是因為它是比較大的消費地 比較有大的公開價 對啊 那這些絕對不是有北農債就可以去調控這些價格的啊 好的 另外一個 我就看了以後 我也就是愁疲發嘛 因為我是很喜歡吃蛋的 我一天大概吃兩到三顆蛋 他說現在從巴西來了 台灣有個進口期待 從那5月26號到 到了上週才抵台 整整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蛋在海上漂流一個月 這在巴西它的技術是比較好的 巴西技術啊 巴西本身出產很多的飼料 它是禽類的大國 所以他們規模比較大的時候 他們出口能力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些蛋它的外殼可能都有噴上蠟 所以它可以比較防菌 比較保存的比較好 但是它來了台灣之後 畢竟經過了一個多月那麼久 因為到了台灣這些蛋是不能直接用的 它還要再經過洗血 那洗掉之後這些蠟就會被去掉了 所以後面如果冷鏈 後面的保存如果做得不好 那這些蛋當然更容易壞掉了 所以前一陣子不是講說 進來很多蛋都已經超能了嗎 對那些就是進來之後保存不好 保存不好它迅速就發霉 甚至消費者買到的時候都是臭掉的 所以就會有這些情況 所以本土的雞蛋 當然會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本土的雞蛋都是非常新鮮的 可能只有兩三天的時間 跟這些過了海之後還要再洗血的雞蛋 它的新鮮程度就是不一樣 而且你講說巴西這種飄洋過海來的雞蛋 它不會馬上的停滯 我們要買很久很久 因為從今年三月開始要開始去進口雞蛋 那你如果臨時要去跟這些其他的國家 要去買蛋的時候不會有人賣你 因為我雞養了之後就是要養它一段時間 所以說農委會這些簽回來的合約都是長約 都必須至少要一年以上 所以農委會自己也講 這些雞蛋擴大進口的補助到明年六月 為什麼要到明年六月那麼久 不然那這幾個月的雞蛋怎麼辦 這幾個月其實六七八這三個月 六七八九這幾個月不會缺蛋啊 不會那麼缺嘛 可是你還是要去進口 繼續去補充這些進口雞蛋 不行的話就給加工業者使用 好董事長 如果你問我說在民進黨所有的政府官員裡面 我最佩服誰 本人最佩服陳吉仲 你在當副主委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跟主委同進退 哭得稀哩哗啦的時候 可是主委一離開我就欣然地 接受了主委的位置 然後現在還可以當部長的位置 不再當部長的位置 那現在北農搞砸了 北農搞砸了 他也不檢討自己 都是什麼 都是蔡從惹的禍 陳吉仲是唯一的一個 真正非常核心的小英男孩 他是小英男孩 蔡英文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部長 從頭到尾就提拔他 因為他是個律師嘛 然後他過去走的是社運路線嘛 所以打著社運的正義路線之名 然後進到這個官場 官場之後就完全跟這個民進黨 就航瀉一氣 完全幹民進黨不敢幹的事情 全都敢幹了 現在我今天聽完我就匪夷所思嘛 我家裡面吃個雞蛋 都打到巴西的蛋 飄洋過海一個月 不是 這個是怎麼回事 因為台灣的食品衛生 台灣的美味 台灣的小吃 在亞洲是有名的 我們這一方面是我們最重要的 食的文化 在亞洲可以居首位的 所有的韓國人到日本人到所有人到台灣來 包括最近的AIT的主委到台灣來 都說每次到台灣來東西是好吃的不得了 這是人人稱讚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食品 一個食文化 結果我竟然知道 我們的雞蛋是巴西來的 我老天爺啊 你搞什麼東西啊 蛋 我們他的食品是什麼樣 品質好是什麼東西 新鮮 新鮮嘛 你搞個巴西蛋 你怎麼 我怎麼敢吃呢 對不對 所以那這中間就是誰去買的 誰採購的 採購有沒有貓膩 然後你再來看台北 台北市這個北龍選舉的過程 那個更荒謬 他有什麼好吵架的 第一個你選舉輸掉了嘛 他選了九席嘛 那中間十四席是 台北市政府只有五席喔 其他的這個九席的 是龍會派跟其他地方派系喔 那本來在北龍裡面 就是三卦 就是中央的龍委會 然後台北市政府 還有張榮衛阿比亞嘛 龍會派的嘛 這是結構啊 這長久存在的結構啊 那現在這個結構 並沒有改變 你知道嗎 就是阿比亞 張榮衛 跟台北市政府合作了嘛 那怎麼會變成蔡蟲回來呢 那他當年跟你龍會合作的時候 那也是蔡堂啊 那簡素肥怎麼不罵他呢 就簡素肥這個根本是打手嘛 是1450啊 就因人設事 跟你合作 就是好人 跟台北市政府合作變成蔡蟲 是什麼名堂嘛 對不對 他第一次選舉 他故意九席 全部缺席 那你劉慧 他搞這一套嘛 你輸得不甘願嘛 冰島 他輸得冰島 你沒意沒輸 輸就輸輸嘛 接著來 中央跟地方合作嘛 那這個時候來講 大家都有取得面子 然後良善的去經營這個公司 那其實剛剛聽到第三個更可怕 原來有個160億工程 我還不知道有這套在的 有這套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那手中要伸進來啦 所以這裡面原來有那麼多花樣 我們都不知道 這樣一繞 繞得全天下就知道 喂 很多人覺得 我如果對現在的結構不滿意的話 那我就要政黨輪定 政黨輪定 關鍵是 現在國民黨到底選不選得贏 他在現在狀況如何 現在國民黨 把你的好朋友 金小刀請出來了 保傑哥注意 小刀來了 小刀進出 誰與真風 然後小刀一出 你看 來來來 導播我們給個特寫 侯友宜好幾天沒笑對不對 他侯友宜好三名 掉第三名以後最近都心情不好 你看 今天早上他笑了 觀眾朋友 這個場合 對我跑國民黨新聞二級來講 我覺得是重要的 為什麼 很簡單 這個照片很重要 我們也不誇大 也不要講說金普聰有多神 但是金普聰當了侯友宜的執行長 然後這個叫組織召集人 副召集人在正名中 那副召集人是林洪池 負責新北市板橋 以及這個地方組織 還有謝榮健也是副召集人 然後國政排皮書的這個國政召集人 就是這個杜子君 他是張善政的這個副手 這樣子加起來以後 侯友宜真的沒講能笑了 結果我直接講 利刀劍引 或者是手起刀落的效果就是 723 換猴 不用想了 不可能了 當小刀一來以後 把刀子插在床上說 誰要換猴 他就把他插在那邊了 誰要來鍋 沒有了 你國民黨說什麼 誰要來鍋 誰要來鍋 來鍋 這鍋子被刀子捅破 以後的鍋子不能組織 鍋沒了 整個都沒了 郭台銘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但我負責任跟大家報告 我也不是沒有在採訪 沒有在走跳 很多國民黨地方勢力 是在郭台銘講說 不然你出來好了 侯友宇都得殺 但是現在小刀一插下去之後 雖然現在金普聰跟馬英九 已經不像過去在當 2008到2016那時候 他們的那個馬金體制這麼的密 可是馬英九有沒有挺侯友宇 他之前有跟他一起照相對不對 馬英九跟金普聰都挺侯友宇之後 至少我跟大家講 三個情況都出現了 第一個 723之前不可能換猴了 即使你民調還是第三 第二個 723之前 金普聰有可能讓侯友宇的民調 至少回到20%以上 或者接近柯文哲 第三個就是郭台銘 他想要參選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 因為當你這樣一個狀況下的時候 郭台銘為什麼出來選保這個 郭台銘如果出來以後 侯友宇是第三名 那侯友宇第三名 如果棄合保郭 我們還要贏賴清德吧 國民黨支持的希望政黨輪替 六成的民眾希望政黨輪替 但是看了侯友宇 覺得他不會贏的情況之下 投射到這個郭台銘身上 可是當金普聰出來幫了侯友宇之後 現在郭台銘以及國民黨 大家就已經清楚了 當金普聰支持侯友宇 侯友宇是不可能被換的 那這種時候郭台銘還要不要出來選 我相信他會陷入更多的猶豫